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冰与火,或降薪潜力剧,制片人发文 王一博粉丝劝他低调 首先,让我们祝贺冰与火 在电视剧《鹰眼》颁发的第五届《鹰眼降薪榜》中 我们看到了《冰与火》等十部电视剧 获得了十家电视剧 2022年降薪潜制剧荣誉 其中,不乏目前正在展出的《孟华录》 口碑双赢的《天下》 最受争议的《龙熹风》 还有正在播出《三体》和《冰与火》 与此同时,在评论区 王一博的粉丝也纷纷围观 纷纷留言期待这部剧的上映 优酷此前曾发布消息称 《冰雪奇缘》将暂定Q2季度上映 预计下半年上映 如此暧昧的言论 着实让人心碎 在等待这个雨的到来之际 确实让很多人头脑清醒 每次看到《冰与雨烈火》的词条 都会不小心打开 估计王一博的粉丝都麻木了 是啊 从前年等到了去年 从去年到了今年 这个节奏下去 哪怕是真要来了 都可能感觉是假的一样 消耗了太多人的热情度 更重要的是 这部剧的制片人 居然会在19日发文了 一句言简一概的话 让王一博的粉丝 在线劝他 低调 《冰与火》 制片人巧悦发文期待 相见 配图了《冰与火》的海报 一时间 好多人都兴奋了 唯独王一博的粉丝淡定如初 毕竟等了这么久 肯定是大风大浪都见多了 也就不足为奇了 冰与火 官微都一点动静没有 过审的影子也没有 你期待的发文又有什么意思呢 再加上 现在距离国际禁毒日 6月26日 已经很近了 真的有点动静 现在也应该进入宣传期了 可是呢 没有任何的讯息出来 我们也不是随便因为一句话 就会跟着乱折腾的时候了 总之呢 这部剧到底反馈如何 相信有着王一博的号召力人气 定会不错 关键是你得先上了 一直都没有上线的讯息 反而是各种的溜粉 这要放在谁哪里 谁不来气啊 之前在4月份采访中 主演陈小就说过 这部剧到底何时尚 就跟上海疫情一样 具体何时都不知道呢 再加上 现在的情况而言 王一博显然是忙着街舞的工作 不能离开 先是街舞类综艺要录制 同时作品 热烈 也在拍摄过程中 哪有时间做宣传呢 还有一点就是 王一博的带播作品 进入7月份就要开启 暑期档模式了 定档的时间也会提前放出来 想必更是一顿宣传了 都说这个夏天会很热烈 到底如何 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